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奇幻选一片秘密初灯大荧幕 到如今也有将近20年了 被广大粉丝称为孙仙女的她 仿佛吃了不老药一样 青春常驻 孙艺珍奉献给观众很多很多经典的浪漫爱情影视剧CP 让我们盘点一下 PK一下 看看谁和孙仙女配更有感觉 一 永远的青春CP 孙艺珍与赵银成 假如爱有天一 绝大多数中国观众认识孙艺珍 应该是孙艺珍的静典爱情电影《假如爱有天意》 孙艺珍一人分别饰演两个角色 2003年的大学生紫西一天收拾房间 无意中发现母亲朱喜留下的情书 在阅读中她重温着母亲的初恋回忆 1968年的母亲朱喜 也是一个清纯可爱的少女 与重学生俊和一见共情 由于朱喜显赫的家世 令两人的恋爱陷入门不当互不对的痛苦纠结中 2003年的紫西 爱情同样坎坷 她爱恋着戏剧学会的上民 却一直难以表白自己的爱意 本剧洋溢着青春的味道 可谓是最早的青春类型片之一 那时候的孙艺珍 两个马画片的样子扮相青春 扮演气质青春的女学生 片中初恋的滋味以及男女之间所展现的奇妙缘分 成为观众品味的经典 孙艺珍和曹承佑 赵银诚俊男美女的合作 也是片中一大看点 该片也为孙艺珍赢得了首次电影上的大丰收 让她迅速穿红 并捧得白响大赏和大中奖的最佳女新人奖 以及青龙奖和白响大赏的人气奖 孙艺珍与赵银诚的荧幕CP 牢牢定格在2003年 并且那种青春片的感觉永远无法消失 虽然赵银诚那个时候还是男爱好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她已经是韩国的戏骨级别的男演员 可惜赵银诚没有机会和孙艺珍再度合作 假如爱有天意 请给他们机会吧 二 夏天的恋人 孙艺珍与宋承线夏日相亲 尹西湖导演的韩剧春夏秋冬四部曲 2000年蓝色生死恋 2002年冬日恋歌 2003年夏日香气 2006年春天华尔兹 夏日香气由宋承线 孙艺珍等主演 该剧讲述的是 在一场事故中失去自己初恋情人的 自由照明设计师柳明宇 和言语即止 即向初恋情人的会员相识 并陷入爱河的浪漫爱情故事 宋承线在蓝色生死恋 表现非常出色 为了使外形更适应剧中主人公的要求 宋承线把自己的标志浓密的黑眉毛染成了褐色 并把自己的短发留成略带蓬乱的长发 染上明亮的咖啡色 原本导演有意找野蛮女友全智贤饰演女主角 全智贤则有找明朗少女成功记中的男主角张鹤搭档 玻璃鞋的女主角金贤珠也积极争取 但最后宋承线孙一珍却脱颖而出 导演尹西湖说 我选角只看眼神 宋承线的眼神十分善良 孙一珍的眼神很生髓 柳正的眼神悠悠寡断 这都和剧中的角色十分吻合 迈入2003年后 韩剧演员片酬水涨船高 在夏日香气男主角宋承线敲定 每集1500万韩币的超高天价片酬后 女主角孙一珍也以每集1000万韩币的高片酬 和惊喜上平起平坐 本剧是孙一珍颜值的巅峰作品之一 不可不看 宋承线与孙一珍的组合 仿佛就是夏日的香气一样清新自然 三 首次年夏男之恋 孙一珍与黎明浩个人取向 本剧孙一珍时隔两年重返韩剧 而黎明浩刚刚演完韩版流行花园 花样男子大红大紫 孙一珍第一次挑战姐弟恋 个人取向 天性单纯善良的家具设计师 朴开仁是个不可就要糊涂女人 自己的男朋友就要跟自己的好闺蜜 举行婚礼了 他竟还全然不知 后来他明白后 被友情和爱情的双重背叛而痛苦不堪 各种误会下 他结识了建筑师全正浩 两人不仅互相看彼此不爽 而且真浩竟然还被开仁 误当成了同性恋 真浩因为之前的设计模型被开仁搞砸 导致他的公司面临倒闭危机 为了挽回颓势 他孤注一致竞标美术馆工程项目 为了做出最完美的设计 他化身族客住进了世界名古屋 伤骨斋 然而伤骨斋的主人竟然就是嫖开人 真浩为了挽救自己的事业 将计就计伪装成同性恋 开始了和开仁的同居生活 电视剧播出后 观众对演员们恰到好处的人物性格刻画 表示喜爱 李敏浩在此次作品中 很好地演绎了不同于花样男子中 巨峻表的克制 而是干练的挑剔男全正浩 孙一臣大胆平气了以往表演风格 借助夸张的动作与表情 展现角色的性格特点以及感情变化 着实令人吃惊 但孙一臣的表演清新自然 一点都不做作 不愧是迎后级别的演员 反而衬托出其演对手戏的 李敏浩的演技还稍显滋嫩 这也是孙一臣姐弟练电影戏剧的开始 四 再次年下男之恋 孙一臣与丁海音经常请吃饭的姐姐 孙一臣在剧中饰演尹真雅 她是咖啡公司卖场综合组的超级采购员 是一个在工作和爱情上都没有成就的大龄圣女 更可怕的是 她不仅备受职场和家里父母观念不一致的双重压力 而且还老是碰到渣男 这时 她的闺蜜徐锦善的弟弟徐俊熙 结束海外工作回国 之前就像亲弟弟一样的她 突然变得不一样了 这样真雅感到困惑不已 两个人陷入了一场姐弟恋 编剧最早是听孙慧乔评价宋仲基两人关系的时候 孙慧乔表示自己就是经常请宋仲基吃饭的姐姐 而迸发灵感 但本剧由于过于现实 导致最后时刻不得不烂尾 如果编剧就是想写一部现实剧 就应该让主角双双分别后痛苦不堪而结束 但最后依旧要把两人弄到冀州岛和好作为结尾 这不是最后给观众一颗糖 而是让观众无所适从 虐了这么久 这么快就结束 是不是想出来和观众聊聊人生 既然两人可以和好 那么为什么不能协商一起到新的地方结婚生活 白白浪费两人甜蜜时候的狗粮 丁海银是朝鲜哲学家丁若雍的第六代直系后孙 他高考结束后 在街上偶然背心探看众 开始有了进入演艺圈的想法 在努力说服父亲后 他报考了与表演相关的专业 顺利被录取 那种少年老成感觉 和孙一珍傻白甜的大姐姐真的很般配 5.同龄人之恋 孙一珍与玄冰爱的破降 爱的破降完美演绎帅哥和美女的爱情故事 那股爱情的龙卷风 仿佛就是来自绿叶宣宗的同一种风 这个风带着影势力紧急迫降在朝鲜 遇到了将他好好隐匿 并守护的特级军官李正赫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展开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两人不仅仅有着神奇的瑞士情节 而且还被命运的纽带紧紧纠缠 多少次离别 为对方受伤 爱了却要分开 更难以跨越的是南北对立的现实 但编剧不愧是写出来自星星的你 的超级编剧朴志恩 在无数次痛苦袭来的时候 用四位北韩士兵来解忧 用四位北韩大妈来消愁 还有男二和女二的恋情填补空缺 没有他们相信观众熬不住 朴志恩不仅仅让这段爱情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还让男女主角被命运的齿轮牢牢羁绊 更是两人度过了分别一年的两地分居 居然用手机短信预约发送这个神器 让人佩服不已 最后用女主角瑞士的再次迫降 巧合相遇在瑞士的男主角 让气氛冲到最高潮 相遇的那一刻 相信所有人马上就地融化成小粉心 你让主角是孙一珍和玄斌 你怎么编我们怎么信 而且孙一珍与玄斌是同年的 所以两人的默契度真的是无以伦比 发布会、电视花絮、共同采访 两人的磁场都是一致的 互相的眼神都是那么不一样 但两人已经是第三次否认情侣关系了 不要紧 还有的是时间 我们可以等 最后孙一珍爱情剧影视CP组合大PK 冠军当然是玄斌 还是和他最有CP感觉 两人年龄相当 互相一个眼神就能理解 亚军是小狼狗丁海银 每次吵架先道歉的态度 还是很可取的 第三名曾经不可磨灭的青春赵银成 你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